郭艾伦是迎来了好消息 恭喜杨明和辽宁南篮 常规赛有望重回第一 大家欢迎来到9点区 9点区咱们聊9点 在市面前开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关注按钮 让更多喜欢CBA的朋友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好了 我们要正传 CBA常规赛是继续进行 而球迷现在也是非常关注辽宁南篮的比赛 毕竟辽宁南篮是本赛季夺冠的大热门 而且即将到来的全明星比赛 北方首发的队伍全部是辽宁南篮的球员 可以想象辽宁南的人气到底有多高 不过第三阶段 辽宁南篮也是让球迷捏了一把冷汗 那就是开机之战 辽宁南篮遭遇到了三连败 由于辽宁南多名主力球员是遭遇伤病的影响 接下来的比赛给福格和莫兰德带来了一定的考验 第三阶段开启之后 福格进攻端打的是越来越好 但是三分线长的端板 还是特别的明显 在季后赛的关键调量中 如果彻底的爆了问题 那么辽宁南还是显得非常被动的 莫兰德自主的进攻能力很差 他在场上的作用还是防守为主 要加强对于篮板球和护匡的保障 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辽宁的信任 本赛季辽宁南在前两个阶段气势如虹的情况下 在第三阶段却遭遇到了一定的打击 在没有第三外援加盟的情况下 除了福格要保持高水平发挥之外 郭爱伦 赵吉伟 韩德军 张正林这四大主力 还是需要尽快的找回状态 帮助球队重新回到正规 而刚刚起初的两场比赛 辽宁南篮也是全部获得了胜利 但是球迷也发现了 这两场比赛 辽宁南篮并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 因为对手一个是青岛南篮 联赛排名第15 另外一个是江苏南篮 联赛排名是垫底 现在辽宁南篮更是27胜6负 保住了常规赛前四的位置 对于辽宁南篮来说 还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不过如今郭爱伦却迎来了一个好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 郭爱伦在对战江苏的比赛中 是再次上场 而这也传达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郭爱伦的伤势基本是痊愈了 对战垫底的江苏队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郭爱伦出场 但是如今郭爱伦出场了 并且砍下了25分 五篮板 七重国等数据 而且命中率高达50% 这样的数据对于郭爱伦来说 与自己的巅峰期是有一拼的 而且现在的状态也是起来了 球迷刚是表示 郭爱伦是有机会冲击MVP奖杯的 而如今郭爱伦三分球的命中数量 已经高达644个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郭爱伦的好消息 上升到了历史的第43位 希望郭爱伦能够在本赛季 拿到第二个冠军 那么大家怎么看点问题呢 谢谢大家点击关注按钮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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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